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是幫大家簡單的複習一下 你修這個 cloud database 需要知道的一些基礎知識 這邊的話各位這個禮拜有 Assign Readings 這個是一定要看的 不然的話你後面會聽不懂 主要要看的呢 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 Java Concurrency 我們講過就是說你修這門課你必須要 知道Programming 尤其是Java 那Java的話呢 其實語法不難 所以其實大家多多少少 有修過這個一些基礎的課的話 那這個很容易上手 那不過呢Java Concurrency 那可能大概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如果你對 這個主題不是很熟的話 那請 參考我們提供的這個link 好不好 那這個大概 自己讀一下 它這個tutorial 那大概 讀個大概兩個小時 的閱讀時間 你就可以 大致上掌握Java Concurrency 那另外一個要讀的就是 Database Management 這本書 那這本書當然很厚 我不可能教你全部都讀 所以 你真的要看的部分呢 基本上是這樣子 就是 把剛剛這個Java Concurrency 的這個tutorial 看一遍 然後呢 在這個 這個剛剛我們看的這本 有水牛 在封面有水牛的 這本Database課本 那這是Ramakrishnan寫的 那 請你 參考 自己去閱讀一下這個 chapter 2 跟3 好不好 這第2章跟第3章 基本上 是告訴你 怎麼樣去 存 Database 原則上就是 怎麼樣使用 Database 那你要知道 Data 在這個 存的時候呢 它其實 有一些重要的 這個 格式 比如說 ER model 或是 relational model 可以幫助你呢 把 比如說你想要 存的這個 這個object OK 或是你的一些data 轉換成 Database 可以接受的格式 那 chapter 4跟5呢 基本上也要看 那基本上它講的是 query 我們知道 Database 可以answer query 對不對 那這邊的話呢 會講到很重要的 一個language 就是SQL 那SQL的話 包含了這個 DDL 跟DML DDL的話呢 主要是這個 Data Definition language 就告訴你說 你怎麼用 SQL去 Define table啊 去Define 這個schema Define 這個 每一個attribute OK 每一個field 那DML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 Data manipulation 就是去操作 Data 所以你可以 藉由這個DML的部分呢 去 增加一個record 增加一個roll 或是刪除一個roll 或是一次刪除 好多roll 或是一次search 一次query好多roll 出來 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是 SQL language OK 那還有另外一個呢 很重要的觀念就是 其實SQL language呢 就是很像 high level的這個 語言 對不對 可是呢 它其實在Telabase 實際上 在 我們去處理的時候呢 其實先把這個SQL language 轉換成一個 叫做 relational algebra 的這個language OK 或是這樣子的一個格式 所以 這個是一個 有點類似 intermediate的這個query的這個 這個language 那 這個部分的話 你也要知道 它基本上 是 SQL language的 building block OK 叫做relational algebra 好那 基本上你只要看到這個第五章 所以2345的話 麻煩各位同學花一個禮拜的時間 把它 自己閱讀一下 那基本上不會太難 那第19章的話是 Optional的 那如果這禮拜看不完你可以放到 後面看 那這個是選擇性的 不大會影響到 你修這門課 那 但是呢 如果你懂它的話 其實會幫助你再 了解這個 到時候我們再trace一些 幫助你 更能夠了解 或是幫助你 更能夠知道說 這個 怎麼樣 這個data呢 怎麼存是比較好 設計是比較好的 好 那第19章主要是在講 這個 normal form的部分 好我們知道這個data呢 在存的時候 你可能要follow relational model 好 那這個relational model 在存的 其實relational model呢 就跟我們寫 call一樣 同樣都是在寫這個 這個 c或是java的call 那有些人寫的呢 他就是寫的比較好 有些人寫的比較不好 那可能就是 因為有些人呢 他follow了一些 common的convention 或是 一些principle 那使得他的call呢 更readable 或是 更有efficiency 那 一樣 就是說你在存這個 data的時候呢 一樣follow 這個relational model 但是有些人就存的 比較好 那就比較 簡單的可以操作 query比較快 那有些人在存的時候 其實一樣是relational model 可是存起來呢 就在query的時候 就會比較複雜 那比較不好maintain 好 那第十九章 第十九章主要是 告訴你 怎麼樣 把資料organize 好 such that 那你在執行 這個query的操作的時候 或是在maintain 這個data的時候呢 會變得比較簡單 OK 好 那這個基本上 就是這門課 你要 這個 這個 往後面呢 在學習的時候呢 所需要的 基礎知識 好吧 好 那 我們今天的話呢 主要就很快速的帶大家 overview 一下 好 我們的這個 這個 每個這個 基本的這個章節 好 那所以 你在看之前呢 你可以先有一些 基本的這個overview 的這個認知 好 那 在看的時候會比較容易 好吧 好 那 那我們就先從這個 Java的concurrency開始 好 那 在Java呢 我們知道Java基本上是一個 這個可以 支援這個multi-thread的一個language 對不對 好 所以你在 這個Java裡面你可以 用 這種方式 上面這種方式 或是下面這種方式 去create一個 新的thread OK 好 那 什麼是thread呢 還記得嗎 Thread基本上你可以把它想像就是一個 Lightweight的process 對不對 好 我們知道我們現在呢 這個modern的CPU呢 基本上它本來就有support 這個hyperthread 就是它可以 上面可以有一些 concurrent的thread 同時在執行 對不對 那你如果你的這個language呢 可以laverage on 這一些 這個 這個CPU上面的 這個硬體上面的 這個concurrency的話 那你的code呢 可能會變得更有效率 對不對 因為你寫一份code 可能就 兩三個cord 幫你同時執行 兩三個thread 幫你執行 OK 那你就比較 可以善加利用你的cpu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樣create一個java的thread 好不好 好 那createjava的thread的第一種方法呢 就是 你先寫一個class 然後繼承 一個所謂的 roundable 的這個interface OK 應該說不是只有繼承 應該是說去implement 一個roundable的interface 那這個interface呢 它要要你 強制要你一定要implement run 這個function OK 所以你就把 這個run這個function 你想要implement的東西呢 打在這個run裡面 OK 然後 在main的這個function裡面 好 那我們知道main的方法 基本上就是 你在執行的時候 然後 那你的 執行的那個thread 第一個會 call的方式 就是main 對不對 所以 真的在執行的時候呢 在你這個main的方式裡面 那你要怎麼create一個新的thread呢 那你就在這個main的方式裡面 去 new一個新的thread object 然後你pass給它 你的剛剛寫的這個runable 這個interface 的 instance OK 所以這個thread就會知道說 我要create一個新的thread 而且呢 我吃的這個 這個parameter呢 是一個runable的interface 的instance 那現在這個instance的instance 是hellorunable OK 然後你call 這個thread的start 這個method OK 那這個時候你call了之後呢 這個 這個 你的這個程式呢 就跑起來了 這樣 好 那跑起來之後呢 它基本上 就是一個新的thread OK 就是新的這個 這個 這個thread 可以利用 cpu的 的thread 或是新的core 好 那 下面這個的話呢 基本上是另外一種寫法 那就是 你不是implement一個interface 你就直接繼承thread 這個class 就上面這個thread的class OK 那一樣這個thread的class 你可以去overwrite掉 它的這個run 的這個method OK 那你在man裡面呢 那這個時候你就不用pass給它這個interface 就直接 new你自己的那個thread OK 你自己的那個thread 然後call它的start function start method OK 那這個時候 你的run 裡面的call呢 就會被 另外一個thread 跑起來 OK 可以嗎 好 所以這是 在語法上很簡單 你可以run一個新的thread 那你要 這個現在run什麼呢 你就寫在run裡面 就可以了 OK OK 好 那 我們現在知道怎麼樣 寫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thread 對不對 把它run起來 那我們看剛剛這件這個code好吧 比如說我們看這個 這個runnable 這個interface 好 那當我今天 執行到這一行的時候 在man裡面執行到這一行的時候 那按下start 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 甚至說 一直一直講說 multi-thread 那multi-thread到底實際上 到底跟 普通的code有什麼不一樣呢 好 其實這樣子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因為multi-thread嘛 所以你會知道大致上就是說 這邊的code system.out.print 這一行code 大概跟main 接下來的 如果你有其他行 在main 這一行的下面 如果你還要寫其他行 的話 那下面有 這一行的code跟 你的system.out.println hello go from a thread 你會知道說 這兩行code 這個code跟 start下面的這個code 大概是可以平行的做 對不對 那實際上是怎麼做的呢 基本上其實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都知道呢 在 要運行一個程式的時候 不管你是什麼language 基本上就是 你要運行一個程式的 都會有所謂的 call stake 對不對 call stake 就是說你要執行一個function的時候 你要在這個stake裡面 怎麼樣 你要push一個friend 進去 對不對 然後 當這個function去call了其他的方式的時候呢 那 你會把那個stake 再push一個 一個friend 然後那個friend呢 裡面存的是那個被call的方式的local variable 對不對 那如果那個方式又去call另外一個方式 你就再push 一個friend 然後那個新的friend呢 在這個stake的最上面 又是存 被call的那個方式 的local variable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如果 最上層那個 那個function 被call的那個 方式 return的話 那這個stake就會怎麼樣 這個stake就會pop 對不對 所以pop完之後你就變成了 當時call那個最上層 第二層的方式 那那個stake裡面的那個friend 現在變成了top 對不對 好 那這個top的時候 所以 裡面存的local variable 那我們又可以拿來繼續執行 現在在執行的方式 那只要現在執行的方式如果又return的話 那你的這個stake又會繼續往 又會pop 對不對 那pop完之後 就一直pop pop man 這個方式 也執行完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man的那個friend 就被pop掉 那stake就是空了 對不對 那空了之後呢 這個城市就結束了 OK 所以這個是 我們知道的call state 好 那 正常來講 正常來講 你在man執行 一般的城市 好就是你剛剛講 你這個man可能會去call很多其他的function 對不對 那基本上呢 都是follow我們剛剛講的 pop啦 就是push啦 跟pop 那這個stake基本上就是 真真簡簡 這樣 好 可是呢如果你今天 你寫的是mobby thread programming 像這個你create個new thread 然後去call start 這個start呢 在背後 其實做的事情就跟一般的 這個function calling 就是push跟pop 會很不一樣 他基本上會做的事情是 java virtual machine會做的事情是 他會create一個 新的call stake OK 然後呢 這個call stake 最下面的那一個friend 是誰的friend 是誰的local variable 裝的是run 的local variables OK 可以好 所以換句話說呢 當你今天call下start之後 這個run會執行 可是他執行的是在哪一個 他在新的stake執行 他的local variable呢 放在一個新的stake裡面 所以這個run呢 如果再去call其他的這個 這個thread的話呢 基本上 那 就是這個新的state 會去做 這個push 跟pop的動作 OK 所以變成說 當你今天這個start 一執行完了 你的sistence 就會有兩個 同時 正在發生 正在執行的call stake OK 一個用來support main 這個function 之後的 那些call 那一個呢 用來執行run 還有run 之後 這一行call 之後 那些call 可以嗎 那 只要這個run呢 一結束 譬如說他在這邊call 一些其他function 那些其他方便 通通都結束了之後 一直到最後一行 run的最後一行 執行完了 那這個時候 run的那個call stake 是不是就 空了對不對 一旦空的話 那個stake就消失了 這樣知道意思嗎 那可是如果main還沒有執行完的話 那你的程式就還在執行 OK 那同一類推 如果你的main就馬上執行完的話 那會怎麼辦呢 那這個時候 整個程式就執行完 OK 可是你的run呢 可能還在run 可以嗎 你看起來呢 你的主要程式已經執行完了 可是呢 如果你的run 他還沒有 他的call stake還不是空的話 那run可以繼續往下 run下去 這樣子 好 那一直run到 那整個程式什麼時候執行完了 就是 1的這個run是空的 且 這個main也是空的 那這兩個都是空的時候 你的程式就執行完了 這樣 OK 可以嗎 所以這個是 在這個 如果你說 到底multi-thread 那 這個程式 Vertual Machine 到底處理的方式有什麼不同呢 跟一般執行程式有什麼不同 那 這邊各位不妨用 call stake 來想一想 好 那 好 既然有兩個call stake 大家要注意到的就是說 我在run裡面的call呢 跟man裡面的call 他們就可以 平行的 執行 OK 而且呢 這個run 跟man裡面的local variable呢 基本上是不互相影響的 對不對 因為 就是各自有各自的 這個 那個function裡面 或是method裡面的 local variable OK 好 那 所以我們知道 這個 如果你有multi-thread的話 在Rutual Machine 你有multi-thread OK 那how about heap 好還記不記得什麼是heap Heap基本上 大部分language也都有 就是 它是 一個shear的space OK 比如你在c裡面 宣告成一個variable 是static 它基本上就會被放到heap 在java裡面的話 任何的object 只要它是object type 它不是primitive type 它基本上都會 放在heap裡面 對不對 好 那這個heap呢 就是存放 在java裡面就是存放 所有的 object用 所以你只要是object 你只要是某一個class的instance 那那個instance裡面所佔的manry 就不會放在stake裡面 OK不會放在man的stake 也不會放在run的stake 永遠會放在heap OK 然後 這個heap裡面的所有object 每一個thread 都可以access 可以嗎 所以這個heap呢 是可以讓大家共用的 所以如果你在這個 這個 某一個thread 裡面呢 你create了一個 這個object的instance 那那個instance就會放在heap 那你在另外一個man的stake裡面呢 你create了一個 instance 那那個instance也會放在heap OK 所以既然這個heap是共用的 那這邊就有個有趣的問題 就是說 那可不可以有兩個thread 去access 同一個heap裡面的object呢 那答案當然是可以的 那怎麼做呢 好 那其實也蠻簡單的 就是 你讓 他們呢 這兩個thread呢 可以 藉由 比如說你讓 他們各自 有一個constructor 然後可以吃一個 這個 object 當成是parameter OK 那這個時候呢 你先把這個 object呢 先create好 OK 那把這個object create好之後呢 假設我們今天有兩個 比如說roundable的interface 那他們都有constructor OK 那你寫了一個class 去繼承這個interface 比如說hello roundableA hello roundableB 他們分別都吃一個counter 的 這個instance 那你就把這個share的這個instance 這個counter 他的memory放在哪裡 放在heap裡面 因為它是classtype 對不對 所以這個 這個位置 其實是heap裡面的位置 你就把這個位置丟給他們 兩個 你寫的這個 這個thread 這個roundable的class OK 那 這個時候你就把這兩個roundable class 放到這個thread裡面 好 那他們 start之後呢 他們兩個就各自 有pointer 或是reference 直到同一個記憶體空間 就是counter所在的這個記憶體空間 那他們就share了一個 同樣的 variable 可以嗎 所以雖然兩個thread呢 他們各自local variable是分開的 不過他們有機會可以share 可以reference到 同一個 這個heap裡面的object OK 可以 好 那這樣子有時候還蠻方便 就是兩個thread就可以利用這個 share的這個object 來進行 溝通 這樣子 好 那不過 既然有時候可以這樣會很方便 那也有一些 要注意的地方 那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你要知道的就是 既然他們兩個thread 可以access同一個object 那你就要避免一些 因為concurrent access 所造成的問題 好 我們來看一個 實際的example 好不好 比如說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counter 假設這個counter呢 它的class寫成是 這個樣子 OK 它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這個 這個 這個 儲存這個count 的一個class 好 那 裡面其實就是一個c 然後這個c呢 是儲存目前的count 有多少 是一個integer 那我們提供兩個method 一個getter 一個set 就基本上就是去getc 一個是setc OK 好 那我們看剛剛兩個 就是helloRoundable a跟helloRoundableb 假設我在它的round裡面 a跟b的round裡面 我寫的code基本上都大同小異 只是差在 一個呢 a 是把cget的出來 然後c++ 然後set回去 那b呢 是把cget的出來 然後做c- OK 綠色的是 是b這個thread做的 OK 然後 把它set回去 OK 好 那 這樣子的話呢 就是你會知道說 這個threada呢 基本上就是把它讀出來 ++ 對不對 然後 b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counter 減減 OK 可是你要注意了 這個code 其實 是有bug的 好 所以 我們來看一下 好不好 那 a跟b呢 現在share 同一個counter 對不對 一個要加 一個要減 好所以你會希望什麼樣是正確的 就是 b在減的時候呢 它的效果可以被a看到 對不對 a在 加的時候呢 它的效果也可以被b看到 對不對 那++- 如果a counter5次 b a的runcounter5次 b的runcounter5次 照理說最後要是0 對不對 OK 可是 其實你會發現不會 我們看一個例子 好不好 假設你follow下面 的這幾個步驟 那a 然後照著counter先執行 然後先counter get 然後b get 你就自己照著他執行 好不好 好 那你trace一下 很簡單你就會發現 在照這樣子 如果他們的執行順序是這樣子的話 那b的結果 會被a覆蓋 就是b如果要加東西的話 他加完了之後呢 a馬上把他剪掉 那 他b看不到 a加的那個結果 這樣子 就好像 acounter一次加加 可是其實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這樣子 OK 好 那你會有其他的 會有bar 比如說b 也有情況 他的結果會被a看不到 這樣 a可能會把b覆蓋 所以 如果是 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就會有很複雜的這個 結果 那就是不可預期的 這樣子 而且這個東西你要debug 所以有時候很難 因為你發現 奇怪怎麼 有時候在run的時候呢 那a的結果不見了 那下次再run的時候 你要debug的時候 變成b的結果不見 或是什麼事就沒有發生 所以這個時候 其實concurrency就會很頭痛 實際上在 implement這個project的時候 有時候那種 很難reproduce的bug 那有時候就是concurrency 造成的 所以在寫這個concurrency 扣要很小心 那 unfortunately Database裡面 因為要performance好 所以很多code呢 都是 multi-thread code OK 那multi-thread code呢 然後他們又要access 同一份data OK Database就是一個data 可是 因為performance 要寫多個thread 去access同一個data OK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會常常 會有所謂的concurrent access 所以 你在寫Database的code的時候 你必須要對concurrency 非常非常的了解 OK 至少有一些common的 這個best practice 你要知道 不然很容易就會有bug 而且非常難debug 好 好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問題要怎麼解決 好不好 那我們介紹一個在java裡面 很有用的工具 叫做synchronized block OK 好 那你可以試著這樣做 就是說 我可以讓我的counter呢 改寫它 比如說我們重新寫一個counter 這個counter叫做所謂的synchronized counter 那它跟普通的counter有什麼不一樣呢 就是 你可以 讓它的這個method在宣告的時候呢 前面多加一個synchronized這個keyword OK 好 那這個synchronized keyword呢 其實可以全等於寫成是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看起來其實是比較清楚的 好 我們來看這個case好不好 就是說 當你今天宣告method是synchronized 它全等於是 其實你在你的這個method 裡面的內容 不管你有幾行 它在第一行 先把你包成 包起來 好 然後 把你所有這個method的內容都包在一個 synchronized 括號 this 裡面 可以嗎 好 然後一樣 這個get如果這邊有synchronized的話 那基本上它全等於就是 把get裡面原本的內容 不管你有幾行 在這邊 然後通通包在一個synchronized括號 this 然後大括號 OK 可以嗎 那 這樣看比較清楚 基本上它做的事情就是什麼 基本上做的事情就是 OK 好 我告訴你說我要synchronize this object 那synchronize this object就是目前 這個synchronize counter 的那個instance 對不對 這個我們知道 這是它那個instance 所以 基本上就是說呢 它的概念就是 如果你要進來 後面這個block 去執行的話 你必須要拿到 這個小括號 裡面的那個object 的lock 而且呢 同一時間 只能有一個thread 拿到這個object的lock OK 我再講一次就是如果 如果這段code代表的 紅色代表的是如果你要進來後面大括號這個block的話 你要先拿到 前面這個小括號的lock 的object的lock 可以嗎 但是它的規則是 同一時間呢 只能有一個人 去lock這個object 換句話說呢 結果就是 同一時間呢 只有一個thread 可以進到 某一個object 裡面 的其中一個 synchronize block 去執行call 其他的thread 通通都要等 可以嗎 可以嗎 因為lock 就只有一個而已 那什麼時候 比如說有一個thread在這邊執行 那 有一個thread在這邊等 等在這個外面 他不能執行這邊扣 那什麼時候他可以進去呢 就是 這邊拿lock的人呢 把這個block執行完 執行完了之後呢 他就會把 這一個 object的lock 還給這個object OK 那其他想要搶這個object的lock的人呢 某一個人就會搶到 那搶到的人就可以進去 這個block 可以嗎 可不可以 可以吼 所以效果基本上就是 換句話你 你把它想成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 那就是 你如果多個thread 可以同時執行這個synchronize content的話 就只有一個thread 可以either是執行set 或者是get OK 可以吼 所以這就是 synchronization 的語法 那 剛剛講的這個locking 然後確保說只有一個人可以拿到lock Java virtual machine都幫你執行 都幫你implement好了 你只要會用就好 可以嗎 好 那 各位不妨來想想看 所以我們剛剛的問題有沒有解決 就是如果今天我的thread 有一個getter 跟setter 好 那如果 他們兩個都要對這個counter一個做加加一個做簡解 對不對 那如果我把我的synchronize counter寫成是這個樣子 或是這個樣子的話 那是不是問題就解決了呢 好 其實要很小心 答案是 不是 很多人 就覺得說 那反正concurrency issue 那我就把我所有的method 都訊號著synchronize OK 或者是說 我把我那些critical section 通通都synchronize 起來 那是不是就沒有問題了呢 好 答案是 不是的 不是 你寫了synchronize 你的code就不會有concurrency issue 這個要注意一下 這是常常犯的錯誤 好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的問題是這樣 我有兩個thread A跟B 對不對 好我想要 執行 他們的run呢 分別是 以下這樣子 一個是做加加一個是做減減 對不對 好 那就算是你今天你的counter 你再initialize他 你在create這個object的時候呢 他的class呢 不是普通的counter 而是synchronizecounter OK 這個counter現在是synchronizecounter OK 但是呢 你follow 剛剛你看到的 一樣的執行順序 A的答案 還是會被B 蓋掉 OK 也就是說這個答案還是錯的 好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因為 你剛剛做的事情呢 只不過是讓 get 跟set 分別變成了 一個synchronize block 對不對 也就是說在做get的時候呢 如果有人要做set的話 他要等 或是有其他人要做get的話 他要等 或是我在做set 有一個thread在做set的話 那有一個thread在做get 那他要等 但是你並沒有辦法guarantee什麼呢 你沒有辦法guarantee說 其實這三個動作 從拿到 ++ 到set 其實都要 是一個critical section 也就是說 這三個動作的過程中 不可以有人去打斷 某一個thread 的這三個步驟 OK 你並沒有做到這件事 因為你只是讓get跟set 是兩個critical section而已 可以嗎 所以你只guarantee get 自己是一個critical section set 自己是一個critical section 但是你並沒有做到 讓這三行code 是 一個critical section OK 可以嗎 也就是說你讓get是synchronize set是synchronize 對這個問題是沒有用的 OK 不是有synchronize 問題就解決了 所以你要知道 你要synchronize 是在 對的地方 OK 那什麼樣是對的地方呢 就是 depends on你的 城市的邏輯的 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以剛剛這個問題來講 什麼樣叫做 對的地方 好不好 那 第一個solution 就是 你可以 既然你知道說 這三行code 其實是 一個critical section 對不對 那你何不讓 這三行code 是synchronize 的block OK 所以其中一種方法呢 就是 你把這三行code 包在一個 synchronize 而且後面的小括號是 counter 這個object OK 所以如果 A跟 B這兩個thread 都是這樣子 執行code的話 那 這個時候呢 A想要進來 加加 那 B 就會被擋在外面 B想要進來 執行 減減 A就會被 擋在外面 對不對 好那他一定要等到 A或者是B 把這三行code全部執行完之後 那另外一個thread 才有辦法再進來 所以另外一個thread就永遠就會看到 A已經完整執行完的結果 可以嗎 這是一種正確的寫法 那另外一種正確的寫法 是 OK 那你也可以去改 這個synchronize counter 可是你不是做剛剛那麼簡單 就是我把get 跟set 變成synchronize 而是你提供一個新的 這個synchronize 的method 叫做increment OK 或者是decrement 可以嗎 好 所以你如果你有increment decrement 那做加加這個動作呢 就是一個atomic operation 對不對 好那效果你會知道就跟這個是一樣 OK OK 可是現在把它寫在 這個 讓這個加加跟減減的這個 這個critical section 直接寫在 synchronize的counter 這個class 裡面 所以兩種方法都可以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你要知道 synchronization block 可以解決 concurrency的問題 可是 你要synchronize 在對的地方 可以嗎 你要identify 出 真正的critical section 是什麼 這個 這個比較重要 好 所以這邊同學要注意一下 好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知道說 其實 multi thread呢 有concurrency issue 好那 你必須要寫這個所謂的synchronize code 你要去define你的critical section 然後把它用synchronization 的這個block包起來 對不對 好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來 探討一下 就是 那thread的話 就會發現 你在執行thread的時候 有時候是沒有辦法往下執行 對不對 比如說 如果今天有 它進到了一個critical section 好那那個 那是某一個object的 critical section 可是它被擋住了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這個時候 thread就不能執行了 對不對 所以它自動的會被virtual machine block起來 OK 如果今天它想要進到 某一個object的 critical section 比如說一個object o好了 然後 它進到一個 synchronize 括號 o 然後一個大括號裡面 那 如果那個o 現在被其他的 thread lock起來的話 那這個時候 thread就進不去了 對不對 所以是沒有辦法往下執行的 所以在java裡面不是說你想要執行code就可以執行的 可以嗎 那它自動會被你的virtual machine block起來 那我們說 這個thread呢 進到了 所謂的 blocking state blocking state 可以嗎 可以 那這是自動的 那什麼時候 這個thread會離開blocking state呢 就是 哪一天 它想要拿的那個object的lock 被它拿到了 那這個時候 它就 解除了這個blocking state 就 回到的running state 就繼續往下執行 可以嗎 好 那 thread呢 除了blocking state 跟running state以外 還有第三種 很常見的 state 就叫做waiting state 是這樣子的 一個thread呢 它如果進到了critical section 之後 OK 比如說它進到了這個 all這個object的critical section 它可以自己主動的說 我不要再往下執行了 OK 因為 有一些情況沒有滿足 這樣 我要等到其他的thread先執行完 然後執行到情況滿足的時候 我才可以往下執行 它可能可以主動的跟java virtual machine 講說 我不要執行 那你怎麼跟它講呢 你可以直接call 在這個critical section裡面 call all.wait 可以嗎 比如說你進到了critical section 然後小括號是all的 一個block裡面 然後執行的執行到某些情況你發現執行不下去了 就可以call all.wait 這個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這個時候會發生 你就主動 停止執行 然後進到waiting block 就不會再繼續往下做了 OK 然後同一時間呢 你release了你的lock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其他有任何其他 thread 他也要試著搶這個old object的時候 某一個thread就會搶到了 可以嗎 可以 因為你就 你就進到waiting 裡面 這樣子 那 那 那你說 好那我進到waiting了 那我什麼時候會醒過來呢 那這個時候你必須要靠著你寫的其他thread 來幫助你 如果你自己call away 然後你這個其他thread呢 那不幫助你的話 你是永遠醒不來的 因為你自己主動放棄嘛 好 那其他thread 怎麼樣再把你 叫起來呢 就是 這個b如果是你寫的話 那你覺得說 b做了某一些事情之後 a應該可以再往下執行了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在b裡面寫 o 點 notify all 這個時候呢 他會把 o裡面 所有當時call o點wait 的那些thread 通通都叫醒 OK 那其中可能就包含了a 可以 那a呢 被叫醒的那一瞬間 他不會馬上執行 他會先試著去拿lock OK 所以這個時候呢 如果今天有 ba 然後cdef 同時呢 都call wait 那這個時候b call o點 notify all 那a cdef 全部都會起來 可是只有一個人 可以拿到lock 所以只有一個人可以進到 critical section 可以嗎 因為剛剛他 a在call wait的時候已經在critical section裡面了嘛 對不對 所以他如果要往下可以執行的話 他一定要重新再進critical section一次 才可以往下執行 所以acdef會試著先 試著先搶lock 好不好 那如果a搶到的話 那他就可以繼續 可以嗎 所以基本上這樣子call wait 然後a主動call wait 然後bcall notify all 那這個時候a下次再醒來的時候 可能 他原本不能執行的condition 就被a滿足了 那a就可以往下 OK 算這個是waiting state 好OK 那我們這邊給一個實際的例子 好不好 那 通常我們在call這個wait的時候 一個好的practice 絕大部分寫call 你很少會看到不是這個case 就是絕大部分寫call 我們都會把wait 在callwait的時候 把它放在 一個loop裡面 好我們舉一個實際的例子 好不好 好 那假設今天呢 我有四個thread abcd 好 那基本上呢 那a跟b呢 基本上是做 inq的動作 假設我有一個share的queue 可以嗎 這個queue是share在abcd裡面 那a跟b呢 試著做inq 那c跟d呢 試著做dequeue 好不好 那這個inq dequeue的system 非常常見 在一個server的這個 這個system裡面 如果今天user送request來 那 你會有一些thread去接這個request 對不對 那做的事情可能就會把 這些request 先放到個queue裡面 所以他們就在做inq 然後你可能呢 這個server呢 會有workingthread 好這個workingthread呢 基本上他就是不斷的呢 去處理 user來的request 那他怎麼處理呢 他就先把這個queue呢 先dequeue出來 然後分別去處理 所以c跟d就是workingthread 可以嗎 好 所以這個是一個 蠻常見的pattern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 好不好 那 假設這個queue呢 長度是10 OK 那你會知道說 這個inq呢 如果thread已經滿的話 那我就不能再inq下去了 因為thread不可能是無限長 無限長的話 你可能server的memory就爆掉了 所以你可能會限制一個長度 當然這個長度可能不會是10 可能是10萬這樣子 但是anyway反正他有個長度在 如果長度爆的話 你可能我的server就跟client講說 不好意思server too busy 請你等一下再來 OK OK 那這個時候如果q是滿的話 那你可以看一下 比如說我們看a好了 a如果今天進來了 他要先他要先執行第1行 所以他先進來critical section 假設他已經進來critical section 可是他進來critical section之後呢 他發現 q的size 已經滿了 這時候他沒有辦法再執行下去 因為他做的事情是塞新的element 進q 對不對 可是已經滿了 他就沒有辦法執行 所以他就主動call weight 放棄 他自己的執行權 OK 好 那放棄了之後呢 這個 他就離開這個critical section 然後他就把lock release出來 因為他不會再執行 OK 他不會再去 他就去睡覺了 他進到waiting state 就不能再執行call 好然後 這個時候假設呢 有一個threat 比如說c好了 OK 好那他這個時候 如果原本今天想要做enq的 對不對 好那 他可能會被block 可是他 當a經的eco weight 之後 c呢 就得到lock 他就進來了 進來了之後呢 他check這個step 看看size 是不是0 對不對 那不是0 因為現在是10 滿的嘛 所以他不需要co weight 他就執行到下面這樣 就把q呢 怎麼樣 dequeue一下 dequeue一下之後呢 這個q現在就不是滿的了 對不對 好 然後他知道說q不是滿的話 那可能有一些q呢 有一些threat的呢 當時co weight 對不對 就像a這樣 所以他可以co一個notify all 所以一co notify all呢 他就把所有當時 wait on這個q 的threat 全部都叫起 OK 叫醒了之後呢 這個c執行完了 對不對 所以c把他叫醒 叫醒之後呢 a 會 從z行 醒來 對不對 醒來之後他會卡在哪裡 他會先卡在synchronize 這一行 對不對 因為他試著搶q 可是c現在還沒有離開 這個quitical section 所以他還拿著lock 可是只要等到c 一離開 一執行這個ending brace 那這個時候a就進去了 對不對 進去了之後 假設他搶到 搶到object 他進去的時候 這個時候他check這個環 條件 就發現不是死了 對不對 不是死他就可以往下走了 OK 可以嗎 好那這個他就可以去做 enqueue的動作 好那依此類推 如果到時候又滿 又停 那同樣的道理 你可以反向 我要dequeue的話呢 這個queue size 一定不可以是0 對不對 那如果是0的話呢 我可能dequeue 這邊就會變成 一個node的 一個object 那node的object 可能我接下來再處理 就會有node point exception OK 程式就當掉了 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時候我也需要說如果确保一下 queue size 不是0的時候 我有東西可以dequeue 我才試著去dequeue 不然的話我就wait 那我要wait 我等誰來叫我 我等 enqueue的人 notify all 那我就 可以進來 可以嗎 那你在這樣子看的話 如果今天 只有兩個thread a跟c的話 你會發現 寫這個while 其實還滿 沒有必要的 我不寫while 其實不會錯的 OK 可是通常我們會 把這個wait 包一個while OK 就是 我可以把while 改成if 你懂我意思嗎 好 那改成if的話呢 是一個 非常常見的 錯誤 就是 就是一般人在寫concurrent control的時候呢 好 很多時候他就把他就是這樣子 就像我們剛剛這樣直接想 就是a跟c之間的關係 所以他就這邊就是if 這樣子 你如果寫成if 會有什麼問題啊 好是這樣子 如果今天 你的incutor 跟dequeuter 不是只有a跟c 你的incutor呢 有a跟b 你的dequeuter呢 有c跟d OK 那這個時候 我們看剛剛的case 就是假設 a跟b 他們想要 各自他們都哪有 有東西想要inque 可是他們分別都發現 cute size滿了 這個時候 就兩個人都去call wait 對不對 然後呢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有一個c來了 好他deque了 deque完了之後 他call notify all 的那一瞬間 OK 那 notify all 他會把a跟b 全部都叫起來 對不對 全部都叫起來喔 所以a跟b 現在全部都會起來 而且都卡在 這一行 就是synchronize queue 這邊 可以嗎 都會卡在這邊 a跟b會全部起來 然後可是都會進到 blocking state 原本都在waiting state 現在 全部被叫起來 他們全部都進到blocking 然後被block在這一行 可是你會知道 只有一個人可以進得來 對不對 所以假設如果這個時候是b先進來 OK 然後b他進來的之後呢 他發現size現在變得9了 對不對 因為他剛剛有一個c 把他deque了 所以現在size是9 然後 這個就pass掉 那他就把東西怎麼樣 add一次 add完一次 他就做完了 對不對 他b就沒事了 然後他就call notify all 這樣子 那notify all a 假設沒有人 沒有deque了 所以notify all 就有call跟沒call一樣 假設沒有d也沒有c 那只有a 那a現在也是卡在這個地方 對不對 所以b called notify 沒有效果 他b就離開了 OK 然後這個時候呢 b離開了之後呢 lock被release 所以a就從 這一行 就進來了 可是他進來之後呢 他發現怎麼樣 這個size 還是 10 可以嗎 好 那他進來之後 他會試著從 這一行往下執行 OK 所以 你要怎麼確保 他還要再check一次 是不是10呢 你一定要寫成why 如果是if的話 那a進來的時候 他就變成是從 這一行往下執行 對不對 往下執行他就不會再試著去check 剛剛這個情況 是不是對的 OK 好 那這個時候你如果寫成if a就往下做 往下做之後呢 就是add 對不對 add之後發現 q已經滿了 就有exception OK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是你要知道的是 如果今天你有 multiple的threat more than just two threat OK 比如說在 inq deq的case 你有兩個inq的 你有兩個deq的 這個時候就很必要 你必須要把 你的condition check 放在wire回圈裡面 因為你不會知道說會不會有人比你先強到這個lock OK 好 所以這個是另外一個 容易見的錯誤 各位同學注意一下 好那 剩下的就麻煩你自己去看一下 這個java concurrency的document 好